葵花虾饼 做这道菜用料 虾绒 鸡蛋皮 葵花籽 绍酒 葱姜水 胡椒粉 味精 精盐 制作的时候 将虾绒加入味精 胡椒粉 盐 加入葱姜水 和料酒 然后活匀 然后把鸡蛋皮 用剪刀剪成小圆状 再把调好的虾绒 用小刀 一一的抹在蛋皮上 做成生胚 做成生胚 再将蛋皮切成细条 摆在虾绒上 摆在虾绒上 然后在虾绒上插上 葵花籽 然后在虾绒上插上葵花籽 然后在虾绒上插上葵花籽 然后在虾绒上 然后上龙屁蒸熟后取出 放入点缀好的盘中 这道菜就做好了 明镜需要您的地匿 冷水 并不灵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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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道菜的特点是 形似葵花 口味鲜嫩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